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今天我們又做兩菜一湯 今天這個兩菜一湯 就回應我上一個影片 我就會用我媽媽寫下來的食譜去煮菜 今天我們先試一下一個菜 那有什麼菜呢? 我們就會有我媽媽寫的這個 就是啤酒蟹 儘管試一下這個 然後我們有一個甜酸肉丸 至於湯呢,我們今天煮一個湯 就是秋葵豆腐蛋花湯 OK?馬上開始 我們兩菜一湯這個系列 一向都會很講這個程序 而之前我們都一定有這個老火湯 老火湯需要時間最長 所以我們一定會先做湯 但是今天我們煮湯就不做了 因為煮湯是很快的一件事 我們今天要先做哪個呢? 你可能會說 咦?是否要先做蟹 好像很狠狠 咦?不是啊 蟹呢,如果你一早搞定的話 它的肉有可能會變黑的 於是我們要先做的東西 就是肉丸 我們現在醃一醃肉 BOOM! 好,今天我們就用這個豬肉 和牛肉做這個肉丸 你可能會問 喂,我可不可以就這樣用豬 可以嗎? 可以! 然後你會說 不行,我就這樣用牛 可以嗎? 又不是不行的 不過呢,如果你只用牛 可能肉丸就會較為乾身 你記得要加多一點肥膏 在裡面才夠汁 我們今天這個組合 就會剛剛好吃 好,先用一個碗 把肉丸放進去 然後調味 好,有鹽 糖 蒜粉 洋蔥粉 還有其他的 不過我們要先攪拌一下 先攪拌均勻 然後有隻雞蛋 再攪拌 然後木薯粉 放在這裡 攪拌一下 不要一次過放完 怕攪拌得不夠均勻 好,再攪拌一下 好了,攪拌完之後 你把保鮮紙放進冰箱 起碼要醃20分鐘 好嗎? 那我們繼續做其他東西 接著我們就攪拌一下 這個甜酸肉丸的醬汁 有這個OK汁 有這個茄汁 然後我們還有少少鹽 然後呢 我們就會有這個罐頭菠蘿的汁 當然不少這個罐頭菠蘿 這個罐頭菠蘿 我們稍後就會把它切 好,先攪拌醬汁 倒了罐頭菠蘿汁 先攪拌一下 我們不是用完的 OK OK汁 茄汁 然後呢 少少鹽 然後攪拌一下 好,最後再加糖 OK了,差不多了 好了,攪拌好醬汁之後 保鮮紙放進一二角 不用放冰箱 我們先做這個醬汁 就是因為不想一陣煮肉圓的時候 弄得很糟糕 記得在煮食的時候 盡量預備所有的食物 到埋芽煮的時候 就非常暢順 好,然後我們切一下菠蘿 基本上這個菠蘿 都是用來點綴一下 我們切這裡 我是喜歡碎一點 OK 好了,然後到一些整色整水的食物了 哈哈,青紅椒 其實這個甜酸肉丸 你在家裡吃的話 我就覺得你不需要加這個青紅椒 但是 吃東西呢 其實永遠都是眼吃先的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煮一些家裡的菜 我都會加一些整色整水的食物 家人是會吃得開心些 所以你可以說這些整色整水的食物 就是多餘的 但是我又會覺得 都有它的用處 好,來了吧 我們就切了頭 接著切了尾 這個也是 頭尾不要 然後我們把它攪拌一半 這些是不要的 紅椒 又是切開一半 這些也不要的 好,沖一沖水 切了綠色 我就想切細粒 好了 這個甜酸肉丸的材料 其實已經完成了 我們不如做其他材料 好,接著要切的就是 關於這個啤酒蟹的材料 你會看到有很多蔥 然後我們有這個薑 薑已經切了 蒜頭也切了 要有一顆八角 但是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花椒油 我媽媽的食譜 她寫著說是 二粒粒粒花椒 那些的 但是呢 我就沒有 對不起,媽媽 於是乎 我就用一些花椒油 OK 好,這個就叫做 搞定了 我們先切一切蔥 蔥呢 我們會切段 OK 一早已經拆掉了 很帥仔 切白色的段 跟著這裡 然後呢 綠色 這些呢 就為求帥仔 通常都不要的 OK 至於秋葵 那些菇 或者是豆腐 因為其實是很快搞定的 我們就在煮湯之前 才去切這個材料 OK 是很快搞定的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等些什麼呢 等那個肉去醃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 可以做個肉丸 那這個程序呢 就是要先煎肉丸 你要留意到 我們還沒做過螃蟹的 沒錯 螃蟹真的要留到最後最後 臨煮的時候才做的 OK 好,來吧 好啦 那些肉已經醃好了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煎肉丸了 基本上呢 我們就可以一路搓肉丸 一路去煎的 因為呢 實在是方便一點嘛 對嗎 好 好 中火熱了 那就多一點油 好 開始了 這個筋 我就覺得呢 小一個乒乓波少少 這樣 就OK了 你會發現呢 那些肉一下去 不是這樣 因為呢 我就故意 那個火要小一點 中火 這樣 我們要一路搓一路去煎 我們就不想這麼快煎好 OK 所以呢 我們這個火不用太猛 那我就建議大家 放肉丸的時候 就是順時針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會知道哪一粒開始先 譬如說 我自己習慣到這邊 十點鐘開始的 這樣 你可以呢 十二點鐘開始 這樣 那你就知道哪一粒煎先 哪一粒煎後 OK 你會看到呢 已經翻了一點了 你會看到呢 已經翻了一點了 你會看到呢 已經翻了一點了 你可以翻一翻它了 哇 很漂亮啊 好 那它開始定型了一點 你就可以移動一下 那些位置 你剛才呢 剩下的那些肉呢 都可以放一樓去煎 所以呢 我們呢 我們呢 千萬不要太心急 OK 如果可以的話呢 你可以把那些肉丸的側邊 都凍起來 遮煎它 這樣呢 更香口 一會兒 你覺得沒什麼油的話呢 你可以加一點點吧 好了 那這個肉丸呢 煎到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會問 哇 這樣煎法 要煎到裡面都熟呢 不就很麻煩 要煎到乾了這樣 我們有一個方法呢 就是叫做煎餃子的方法 一說你就知道我說什麼了 是不是 就是我們會淋一些水 啊 這樣就少少一層 在底下 然後蓋上蓋 煎焗它 啊 這樣呢 裡面的肉呢 都會熟的了 好 加點水 我們呢 就用這個中火啦 那一路煮 這樣煮到那些水呢 乾了呢 就OK的了 那如果你想味道再正一點的話呢 你可以呢 就不用水 用雞湯的 OK 好了 差不多沒有了 那些水 啊 熟了 搞定 關火 然後呢 我們就放在盤裡 然後我們用塊石子呢 包住那些肉丸 蓋住它 補一補溫一下 好了 來到這裡呢 我們就要做那個蟹了 如果你也是跟著我這個食譜去做一頓飯的話呢 你去到做蟹這個步驟呢 應該呢 就是吃得飯那樣的了 由做蟹這裏開始呢 已經是耳含含的去煮飯了 所以呢 一開始做蟹的話呢 你就不可以停了 OK 來到這裡 預備好了嗎 預備好 就來了吧 首先呢 介紹一下蟹先 我們今天呢 買了一隻花蟹的 那是一隻蟑螂來的 你看到 它已經是沒有反應了 因為它已經是凍死了 OK 放在雪櫃的 那你會見到呢 有一些這樣的東西 在這裡 什麼來的呢 那我都問了 那個蟹當海鮮當是什麼來的 因為呢 其實它們呢 養著那些春呢 就是靠這個 好像海綿的物體養著那些春 那生了蟹之後呢 就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整個都不會吃的 於是我們就整個拔掉它 扔掉它 然後我們在這個 後面 揭開蟹蓋 OK 那你會見到呢 很多肺部啊 剩下的東西 那些東西 最簡單的一件事 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用把剪刀 剪掉肺 如果你不喜歡這些 小爪子的話 你也可以剪掉它 完事之後呢 你看到呢 嘩 還動一下動一下 這樣 這些是肌肉的活動 它絕對不是生歐的 好 接著呢 我們就切開一半 然後看你如何喜歡吃法 好了 我們可以這樣 切細一點 這樣多些人可以吃到 OK 那這個鋼呢 我就會烤一烤它 不是粥那隻 哈哈哈哈 我們烤一烤碎它 等它呢 一會兒 容易入味一點 而且容易吃一點 好嗎 OK 那裂開了 OK 如果你呢 再想多些人可以吃到 或者是沒有一個夾了 的話呢 你可以這裏都切成 OK 那蟹已經搞定了 現在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現在我們就要準備那個湯了 好了 湯的材料 立刻拿出來 豆腐 秋葵 有些日本菇 還有一隻雞蛋 還有呢 這裡有鋼水 我就已經在煮了 接著有一件事 要介紹給大家的 這個呢 是一個日本的湯包 那些Dashi湯包 這次我這個滾湯 就希望它的味道好一點 於是乎呢 我就用它來做的 那這隻Dashi呢 它就有個雞肉味的 那我這次就用這個雞肉味了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湯包 不要緊 你可以買一些雞腿肉 或者雞柳 然後呢 醃一下它 然後呢 同樣地 在那個水滾了之後呢 你就放那個雞肉下去 滾它20分鐘就可以了 那但是Dashi就不同了 Dashi呢 你就可以等這個水滾了之後呢 放這個湯包下去 兩三分鐘呢 那些味道已經是出來了 那滾湯 那顧名思義 我們一定要等那個水滾了之後 才所有東西放進去 好 那我們準備好一些湯包 我們一會呢 需要大概三至四個湯包 好的 我們先放在這裡 然後呢 豆腐呢 我們已經 就是切好了 一粒粒的了 OK 那這次呢 我們又用了這個 硬豆腐 這些濃味豆腐 好 那接著呢 菇已經是乾淨的了 現在呢 我們就要 攪拌一些秋葵 沖一沖水 秋葵排口 OK 在你切東西的時候 水已經在煮熟了 那我們節省一點時間 對吧 這個不要的 這個丁 我喜歡把它切一小粒 因為呢 可以一根根的 在那個羹裡吃 就會方便些 而且呢 秋葵呢 為什麼要最後才切呢 因為你 晨早切的話 它裡面的粘子很快會乾 好 打完蛋 略略 掃鬆它 OK 因為呢 我們喜歡那個蛋花呢 有少少白 有少少黃 這樣就靚仔一點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等那個水一滾呢 我們就放這個 Dashi湯包 等三分鐘 跟著呢 就放其他東西下去了 OK 水滾 湯湯包 一二 剛剛好 三包 搞定 蓋一下 這個湯包呢 就是兩至三分鐘 就可以了 OK 好了 三分鐘過了 湯包呢 已經是 下味道了 好快 好 好 這個時候呢 繼續開著大火 下個菇 先 跟著 豆腐 秋葵 這個時候 加鹽 跟著呢 加一點糖 拌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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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它煮起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關火 下蛋了 好 煮起了 關火 跟著 倒些蛋下去 拌一下它 慢慢拌 那你就會見到 蛋花的了 哇 即刻 好 好 好 蓋上蓋子 然後呢 我們先放在另一邊 然後我們就要煮那個蟹的了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煮那個蟹了 我就預備了這個 淺一點的鑄鐵鍋 順便呢 就一起拿出去 Serve 那 現在呢 就在燒熱它了 那 我是到最後呢 才開個啤酒的 如果你一早開了啤酒呢 就沒有了那種氣味在那裡 OK 根據我阿嬤的食譜 她說2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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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瓶啤酒 是不止200ml的 當然是喝了它 好了 現在這個盤已經是燒熱了 我們下一點油 首先 爆香 爆香的薑 跟著說你不相信 我們是要爆香 把八角的 我們現在用的就是中上火 好 接著 下一點蔥霸 蒜頭 接著呢 我們下一點蟹了 有很多水 我就不想下的 蓋子我們不下 到最後才下的 OK 那我們輕輕爆香了它 一會兒之後呢 我們就下個蓋子了 我們免得它的膏都掉出來 好 接著 再下一點蔥在上面 然後下一點花椒油 啤酒 然後 鹽 糖 拌一拌它 蓋上蓋子 然後呢 中大火 OK 根據我媽說呢 四分鐘就完成了 我怕怕的 都是五、六分鐘 對不起 阿瑪 不過我還是聽阿瑪說 我教四分鐘 我看看是不是真的熟 挑戰一下你阿瑪 時間夠了 關火 看看阿瑪 謝謝你 好漂亮 好香 好 蓋上蓋子 接著呢 我們不停的了 我們要做我們的肉丸了 好了 我們做肉丸 其實基本上呢 我們炒香些辣椒 然後呢 倒醬汁下去 再放些肉丸下去 這樣就搞定了 好 來了 燒熱了個煎鍋 中大火 加少許油 紅綠椒一起放 接著 放你的醬汁下去 然後馬上可以放你的肉丸下去 拌一拌 最後放一些菠蘿 吃得 吃飯 哇 好棒 喂 先吃粒丸 先吃粒丸 嗯 很鬆 這個丸 很好吃 甜甜酸酸 馬上要爬一口飯 湯 啊 滾湯這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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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葵的煎 放了湯 令到湯很滑 非常之好喝 我覺得是 至於蟹了 因為吃起來 較為 便宜 於是 我轉頭 自己慢慢吃 多謝阿媽給了這個 啤酒蟹的食譜給我 如果大家有興趣跟著這餐飯去煮的話 記得試一下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就是like 還有comment like and share it Thank you so much 多謝大家 下次見 好 好